第二節,剛才我已經說過了,因為今天,因為應很多朋友要求,就是理大圍城一周年, 那不是正一來的,應該是前兩天,如果沒有記錯, 因為理大事件遲聚了很多人, 那個過程本身或緣起,雖然時間一年,我只能說時間過得很快, 因為我們想起這件事,好像是昨天的事情, 但也要提醒大家,事件一個基本的輪廓, 輪廓是什麼呢?首先背景是中大的保衛戰, 中大的保衛戰已經很慘烈, 因為你看到那些刺濾彈,好像是幾千個海, 甚至乎校長段崇智,上前調停的時候,警方就送了刺濾彈給你, 當時我記得,其實我對段校長已經有所不滿, 就是為何不事件出來,但竟然他最近被這班四個警務人員協會批鬥, 那些大家都知道,為何要提中大呢? 就是因為如果不是有中大事件,就沒有地大,以我理解, 原因是因為中大保衛戰,突然有一晚, 有幾個蒙面出來說,如果怎樣怎樣的時候,我們就會撤退, 那一有這樣的記者會,就不要管那個人是甚麼, 因為事後才知道哥哥是誰, 很多人就從中大走出來, 然後整個中大保衛戰就散了, 然後就到李公了, 我的推算是怎樣呢?我不知道你同不同一樣, 就是如果中大哥是持續下去, 李公這件事應該不是這樣爆發的, 李公都很多天的, 他在爆發大衝突之前,其實幾天內都有一些事件李公發生, 又封鎖這個海底隧道, 甚至施了一個穿著萬聯波衫的男子, 打到差不多半死, 但是你說真正是最嚴重的就是, 那一早他開始有示威者封七藍道那裡, 就真的很誇張, 還有, 因為當時我很記得是, 我們有個記者, 有個攝影師是被水炮車射到頭骨裂了, 頸骨, 我們在後面, 因為那天我特意要走到醫院, 去跟進他的事件, 當時我們做後勤, 我們負責直播, 上次一些事件, 那自發的地點是哪裡來的? 就是在現在的科學館的位置外面, 近著李公的位置, 石膊位置, 他就拍攝, 港台拍得很清楚, 當時就, 那輛水炮車就不理了, 因為很明顯的, 一看就知道是記者來的, 你反光衣穿了, 你說沒有, 識別不到, 那一眼射下去, 結果後腦穿地, 頭盔也沒用, 即時脫掉, 最慘是他年紀大, 他不能打一些比較重型, 或者是, 怎樣說呢, 強力的頭盔, 為何這樣說呢, 就是因為他的頸骨本身有事, 我這個同事, 所以他只能打一些登山頭盔, 但是大家知道, 水炮車的威力其實很強, 射得死人的, 射得盲眼的, 有一個是射中了眼, 爆了流血的, 是啊, 所以都知道威力很恐怖, 大家都知道, 很遺憾就是, 沒有問題, 可以的, 因為今天場地的問題, 因為我們做了一塊板, 就是這個防疫, 大家知道現在肺炎的疫情, 反覆不斷, 所以我也可以近一點, 沒有問題, OK, 結果就造成, 之後那幾天都是大規模的衝突, 而且被認為是近年, 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人道危機, 不知道, 這個放在全世界, 都覺得很震驚, 這些套語真的沒什麼用, 總之覺得你很離譜, 剛才朱鯉人大一節已經說過, 他的親戚看到之後, 他都說, 中大反而那一節還沒做過, 李大這件事, 不來了香港了, 不來了, 因為中大, 他們看到那張照片, 就在吐露港拍過去, 看到中大就狼煙四起, 但是反而, 李公大學, 李公大學在紅磡, 在維港, 其實那一天, 就是非常震撼, 連中環有的Expat, 他們說說, 沒有維港警, 然後早上一看出來, 咦, 早上一看, 起床想著去上班, 怎麼知道, 看到李公大學那條煙, 直接想上來, 以為自己去著你, 是的, 就好像打仗一樣, 然後再看, 咦, 九龍那邊為什麼這麼大煙, 然後再看, 咦,原來是大學, 看到原來大學變成這樣, 他們就覺得非常震驚, 還有, 抗誘也是, 香港大學當時, 就說, 不是沙酸道, 就說, 潘涵道那裡, 放了這些磚鎮, 那樣, 那樣, 當時是令到居民, 即是他們對外面, 即是外國朋友, 外國的親戚, 給回一些照片給他們看, 他們覺得, 當時真的覺得, 每一間大學, 會輪著來, 被進攻, 當時, 一個就是為什麼, 我親戚, 即是我表妹, 和表弟, 他們就決定不離香港的原因, 就是他們說, 就算如果, 不去中大, 那, 例如我表妹, 她那個, 目標是港大, 她一見到港大前面, 排了那些尊鎮, 她就說, 原來下一個是港大, 現在是不是香港, 每一間大學, 都會有這樣的考慮, 都會, 都會被進攻, 這樣, 那, 阿威林, 我想當時, 還有一件事, 我們在做直播, 有一晚我也是, 就是我那晚打電話給你, 那當時, 你正在做新聞, 當然, 都會投入了, 但你事後想回來, 你和觀眾形容一下, 你回望這件事, 你的感覺是怎樣的? 我今天都不敢在玻璃, 歷歷在無, 而且是, 很不舒服, 我不會說自己有PTSD, 但問題就是, 想起幾天發生的事情, 到今天都很不舒服, 即是, 你在香港這個, 這麼幸福的地方長大, 但你, 無法想像到一個, 是新鎮學子的校園, 無緣無故變成一個人間烈, 平時, 人往的樓梯, 主入口, 全部都是龍煙物, 不斷有氣球彈, 或者是出雷彈, 橡膠子彈, 那, 子彈還飛, 即是, 那一晚, 封鎖了所有, 理大的出入口之後, 我很記得是, 我開始發燒, 因為, 是, 你在裡面, 走不了, 走不了, 當時, 我被第一次抬進去, 是一個位置休息, 但, 你要知道, 當時只有我和同事兩個人, 我說, 大家拍在一起, 很糟糕, 結果我們是頂住, 頂到他三四點, 我真的頂不住, 然後是被他抬進去, 一個很入的位置, 我不說哪裏, 那, 有一班, 是那些, 年輕人, 就輪流照顧我, 因為那次燒得很厲害, 那, 接著我一睡, 已經是翌日, 下午四點幾, 那, 我同事過來跟我說, 你知不知道, 整天早上很恐怖, 他說, 有人突圍, 有很多人頭暴血流, 他說了很多畫面給我知道, 那, 接著開始, 我聽到, 不斷在周圍有很多催淚彈的聲音, 就是知道, 有一些市民說, 要去, 就是去, 營救, 聲援理工大學的留守者, 那, 然後, 晚上, 大家知道, 周圍打到, 好, 其實, 現在, 你說裡面不夠, 因為外面有很多事, 因為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同事負責, 例如, 近住保立行那邊有, 或者近尼敦島也有, 尼敦島也有, 尼敦島那時, 我那天整個巴士燒著了, 被人, 接著保立行那邊, 就, 不斷有些近身的衝突, 水泡車, 甚至乎是, 去到凌晨, 那些示威者, 在理大廈, 是跟外面的警員, 還可以口說, 那我當時, 走的時候, 我和同事是, 因為我真的受不了, 要走, 我燒得很厲害, 走出去的時候, 我們是被警員拿槍指示, 叫我們行鄰的方向, 他們是神經到是很恐怖的, 一走過來, 就說黑記, 就說蟑螂, 那時, 我已經沒有聲音可以, 即是出不了聲音說, 同事跟我不斷吵, 最後, 就帶我們去另一個方向走, 我們當時, 又跟一個發生死記者走, 他跟我說, 他做了那麼多年的外國採訪, 他說李大, 他見得是最黑骨銘心的一次, 他說, 他猜不到裡面所謂的示威者是好, 全部都是小朋友, 是的, 而且在, 這是最關鍵的一件事, 在那一晚, 其實在11點左右, 就是整個油尖王打到很虛陷的時候, 其實裡面的留守者是決定要突圍衝出去, 說要配合外面的人, 這裏說得無所謂, 已經是一年了, 那麼, 當時候, 就準備出去的時候, 其實我是跟我同事打給家人, 因為我們怕他有出實彈那些, 就算你有防彈也好, 其他東西也好, 其實你都知道, 如果打中頭或其他位, 你都很大機會出事, 哭吧, 真的那一刻會覺得, 說最後一句話, 但這個時候, 曾豪成來了, 你猜不到, 曾豪成來了, 然後整個氣氛就180度轉變, 就有一些, 特別是中學生, 就動搖跟了曾豪成走, 但是我們當時在高空, 是外偷, 即是我們拍下去的時候, 那些警員是真的當那班中學生, 是好像狗那樣廢, 完全是, 學令他坐下, 就算他有校長在旁邊陪, 但是我們在遠處聽到那種呼嚇聲, 不是當你是人那樣看待, 當時我們其實在裏面做採訪, 也有很多採訪, 如果你在一些敏感的情況下做直播, 你是會被裏面的示威者, 或者是其他人去罵, 因為他透過直播, 可以透過你的地點, 具體地點, 是的, 但問題另外一個就是, 你不報導最新的情況, 最新的真相, 即是真相的話, 你又是一個難處, 因為你新聞報導, 其中一件事就是, 最快最新, 貼地, 事實, 你事後宣布, 又會失去一種, 所謂的新聞的感覺, 這個很兩難, 但是在裏面, 你會發覺, 嚇到你是, 即是你不敢想像是一間校園, 平時的運動場, 變成一個是戰地醫院, 全身種了胡椒水, 那些顏色水的人, 他們是不斷發冷, 低溫症, 有些是癌到是, 已經是, 皮膚是紅到很恐怖的, 有一些有, 可能是被子彈等等, 整傷, 基本上那些傷口, 你不亂針就, 整不回, 好不回那些, 甚至乎是, 去到後來, 因為糧食等等短缺, 再加上, 有些人是, 即是吃兩口, 扔下那些, 他吃不到的時候, 整個飯堂食堂, 是一陣臭味, 是的, 還有廁所, 那廁所很恐怖, 是, 是, 不是吐那麼簡單, 當時, 即是, 連那七十一, 裡面的所有東西, 是全部被人爆了, 包括那些PSN, 那些點數卡, 全部是不亦而非的, 但你要想像一下, 香港這樣, 所謂有秩序的社會, 出現這些事情的時候, 你就知道, 當時候, 那個情況, 是有多麼可怕, 多麼極端, 多麼絕望, 甚至乎, 有很多人去罵某些媒體, 我不開名了, 說他們去報人家下水道逃生, 下水道是一個很臭, 甚至乎你未去過都好, 你看看那些做下水道工作的人, 你就知道, 有些會中毒的, 沼氣, 你就知道, 那個地方你要走, 極難, 可能生存到下去, 甚至乎是有些, 接受訪問的人, 說過, 我跟十個人走, 待會上到來, 不見幾個, 不知道他是害怕, 還是真的不見了, 但你就知道, 其實你帶這件事, 如果你在現場的話, 我會覺得你是, 這些人都會記住, 甚至, 你要路過這個地方, 你會有一種陰影在這裡, 我認識一個朋友, 他是, 獨立記者, 他會去很多國家, 去做一些示威採訪, 他自己都是香港人, 他都跟我說, 李公泰學是他, 採訪生涯裡面, 最難忘的, 不是南網那麼簡單, 是, 最恐怖的, 可以這樣形容, 而且, 他覺得, 始終我們自己是香港人, 你在這個地方, 看著自己最年輕的那群小朋友, 在這裡這樣, 就說你, 你自己很不舒服, 因為你的問題是, 我們自己在做新聞的時候, 我不可以那個年輕人爆頭, 什麼事受傷, 我去幫他, 紫血那些, 因為你要做紀錄者角色, 但看在你眼前的時候, 你百般之未在心頭, 喂, 他這麼小, 有些時候是, 年輕人在那裡, 我看到有一個眼罩, 都要拿一個紙巾, 坐在旁邊, 頂住一個頭, 太小了, 那些豬腿戴不到, 然後有些人走過來, 跟我說, 你們報道真相, 我怕見不到家人, 我跟他說, 見到的, 安慰他, 我都不知道跟他說什麼好, 然後, 不斷有些朋友, 知道我在理大採訪, 打來問, 見不見他, 有些家人, 見不見他這些, 所以, 那個心理壓力, 或者是, 面對這些事情, 到今天, 不是一周年, 我都不想拿出來說, 所以, 也解釋到, 為何在之後, 我在瘋狗會, 沒有那麼多直播, 而是, 可能做幕後, 做其他事情, 因為, 你帶這件事, 對我衝擊實在太大, 簡單總結一句, 整件事, 大家不可能忘記了, 無論你是當權者, 任何人, 你沒有想著, 大家不說這件事, 就沒有, 原因是, 太過黑骨銘心, 裏面每一個場面, 如果去到極深刻, 很多人, 就不想去看整件事, 所以, 有些人, 連那部紀錄片都不想看, 那部是李大衛城, 李大衛城, 但其實那部紀錄片, 都不是拍到那件事的全部, 還有很多事情拍到, 因為, 舉個例子, 我們也提過, 在外面發生的事, 即是, 在外圍, 當很多人想去理大的時候, 是被警察阻止, 即是被警察攔住, 被人拘捕, 被人拘捕, 當時當時也發生了很多事情, 但, 譬如剛才威廉說的, 這是第一手經驗, 即是大家很值得, 即是說, 去看回當時, 實際在裏面那種情況, 但我們用一個理性的分析, 就是, 第一個疑問就是, 在裏面的, 譬如說, 這些學生, 或者在裏面, 有多少是路過, 不是真的參與裏面的裏面, 有, 真的有, 那這個就極度無辜, 有些, 中國留學生, 也都有, 是, 拿著內地通行證的人, 他說, 真的想看看, 他好多, 那時候很多的, 你記不記得, 又去成大, 又去港大, 又去導遊團, 有導遊團, 真的看, 真的看, 有一個是佛山人, 跟我說, 我真的過來看, 老過而已, 我現在不敢出去, 那, 我不知道最後會怎樣, 但問題就是, 你會見到, 是否真的, 所有人都, 是參與呢, 或者是甚麼呢, 還有, 我要說一件事, 這班小朋友, 是真的撲了出去, 那種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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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死如歸, 我覺得是我在香港未見過, 就是, 面對著, 龐年大霸, 一架水泡車, 他真的拿過, 沖浪板, 就這樣擋, 嗯, 這個又叫痛, 不要又叫痛, 嗯, 就剛剛所說, 他們的, 裝備根本就是, 不適合自己, 嗯, 而且是, 其實他們很多都, 很擔心, 見不到家人, 嗯, 那種焦慮感, 在那個氣氛, 蔓延得很厲害, 如果你有看那個紀錄片, 你這樣說, 那個光源的氣氛是, 是地獄來的, 就是那些煙霧瀰漫, 就像你看, 看電影那樣, 但這個是一個實際的場景, 是的, 還有, 有, 有, 有一個人我想說, 就是我不是, 幫民主黨說些什麼, OK, 他是民主黨的人, 嗯, 但是, 我在做採訪, 衝突去採訪, 我見到他最多是許智峰, 嗯, 他在理工大學很多天, 都, 有上前調停, 也有去緩解一些氣氛, 那, 他是應該, 那麼多個議員裏面, 出現得最多的一個, 嗯, 你知道他吃招的是, 不在其下, 那, 有一天, 我跟他說幾句話, 那, 那, 我喝水, 那, 那, 他看著我看著他, 一點點頭, 我說, 我們在這裏多久, 他說, 很久沒睡了, 他說了一句, 他的眼神已經很呆滑, 但他沒有閉上眼, 那麼, 但你會見到整個事件, 嗯, 很多人是看的不同角度, 我自己是一個, 你摸一下參, 紀錄者, 身在其中, 所以我看的東西, 可能只不過是事件裏面, 其中一部分, 我的同事, 可能在我睡著了期間, 看到很多東西, 或者外面的同事, 但我就想說一句, 就是, 李大的事件, 是香港開埠以來, 絕對絕對的人道危機, 而當中很多的, 被捕人士也好, 或者是學生, 甚至年輕人到今天, 仍然都是受到一些, 無形的迫害, 甚至乎是, 有媒體已經報了, 說警方是改口, 決定是, 或者是以暴動作為起訴, 他們面臨的, 不是一兩年的刑期, 可能更長, 甚至乎是最長的刑期, 甚至乎可能比盧建民更加重, 但是這班人其實, 現在的香港社會氣氛, 你會覺得好像被人遺忘, 繼續去排壽司狼, 繼續去學玩樂, 酒吧, 但是這件事,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, 你不應該遺忘, 這是我最後想說的事情, 要C 怎麼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